這次的就是 就是六年班 這次是我們的主導 我是劉喬 然後 六年班 六年二班 我是六年一班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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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六年五班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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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六年七班級的 然後我是他們的社會老師 球月素 謝謝 參與這次的專題寫作 我們現在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牧師師母 就是在泰雅族的傳統的吸塑啊 傳統的部分 那我們小朋友 會不會有提出他們 在這個專題寫作裡面 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哪一位同學要先開始呢? 請問你們在泰雅族的導演的時候 有哪些特色的融化或是吸塑嗎? 達雷的特殊 應該是在規範 就是他的律法 特殊是在律法 也應該是他的宗旨 所以達雷一定會有他的規定 比方說如果我們自己部落的人 一定要遵守一個規範 就是說我們都可以去打類 但是靈敏就是界限 那個界限就是有法律的規定 比方說我這座山的左邊是我放的 那別人就不能進去 那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是 如果你越界了 越過了我的靈域 那你要賠償 所謂的賠償就是 因為原住民以前就是 他把這個手類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習慣 如果你要侵略他 然後你侵略或是說 你的陷阱如果打到東西 你偷了以後 那個可以治人死命 那個可以讓偷的這個人死掉 所以如果是說 我們當事人看到說 我們的獵物或是說 我們的靈域有人進去的時候 大概都知道 誰去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那個人的時候 我們當事人會拿翻刀 翻刀就直接到他家門口 然後我跟他講 然後就請那個人出來 就是討論 就是協商這樣 那問他有沒有偷 有沒有拿 這個部分大家都應該都會承認 如果沒有承認的話 那就不得了 後面就開始 他就要殺人 所以如果那個人承認說 我有拿 那就看我們這個當事人說 那你拿了以後 我們要賠償人 我們以前最貴重的